从暗来作理,尽微尘遍法界,一报正报,正报是有情,一报是一报的所有物资,一切大地微尘,全山上。 这就说点普贤恩教义的话,一身有无数的毛孔,一毛孔有一切佛刹,一佛刹有具足一切众生,一切众生的一亿毛孔都具足一佛刹,从从无尽。 这个你平常的时候,多念经文,多想这个道理,你磕下这一个头啊,从你磕头这个往地下算,所有的微尘,一微尘就是一个佛世界,一微尘一个三千大千世界。 这个微尘有数字吗?没有数字。这无尽无尽的,无穷无尽的微尘数,就是你这一个礼拜礼下去。 普贤十大愿王,所有的功德不可思议,礼拜入世,承赞如来入世,共养也入世,十大愿都入世。 所以这第一个呀,多讲一些就是这个含乱,这个要你修惯的了,所谓修惯的就是你心里头,要思想做这个想。 我经常的有些道友跟我闲谈的时候,说我妄想很多,我就去普贤这个例子,我说你妄想不多呀,你都是够多的了,你都烦恼要死。 我就去普贤这个例子,你都要在礼佛,你照这样容容你的私下,你有好多妄想,有这个妄想多吗? 你拿这个转,这一转化,就成功了。 冠呢,我们说冠不起的了,这种惯力呀,我们恐怕没有,起不来。 你从文字上先念,当一颗头,就念,念这个,念这个记者。 。 我这颗头,是加普贤恨愿为神力。 我这头啊,我没有这个力量,是普贤菩萨加错的。 普贤菩萨为神力,普贤一切如来千。 这有佛的地方,我都现在付钱。 但是我这一个神,加普贤贤神力,一神付现插成神。 我一个佛插有好多未成,我就献好多神。 献这个神做什么呢?一一片理插成佛。 我一个佛都不拉,一一片理插成佛。 你这个理佛的功德呀,你这一贯,你十辈子。 你一千辈子,你也理不成。 假使我们平常这个理法,你理一千神, 还不如人家理一个头,把这个观想观好, 磕这么一个头。 但是一身浮现插成神。 你坐在这个里头,你身没有动。 你心里想,心里一作业。 到处都是我在礼拜呀。 所有这个,咱们这个国度, 乃至于咱们严福提。 所有的世界,凡有寺庙处, 乃至于他家庭,凡是共有事,佛像处, 都有我在那磕头。 就这个已经不得了了。 你能算到你这一个头, 顶多少亿万万头吗? 这是礼敬祝福。 我们常常这样想过吗? 没想过,从今天开始, 当你一礼佛的时候, 你就想,无穷无尽的佛呀。 我们一想想不到, 尽微尘,骗法界都是佛。 那我们的身呢? 一身浮现插成身, 把我们自己变相。 插成的微术的, 微尘术。 每一佛前, 都有我先生在那里方。 我们要想学华严经, 就这磕头,礼拜, 这就是我们第一个功夫。 这就叫我们做什么呢? 放下我之, 没有我。 因为我们一执着我, 就是一个了。 你不执着了, 这个我就骗了。 第一步, 就放下我之最好的方法。 这仅仅是礼拜。 你这一礼下去, 一礼骗一切。 一切微尘入福, 都有你这个, 在那去做礼, 都有你幼身在那做礼。 这个不是, 你要想学做这礼拜, 也不是一天两天。 最起码你得用到半年功夫。 成熟了, 只要再一个头磕下去。 那其子极乐世界阿弥陀佛呀, 东方钥匙流的光荣, 那多了。 尽虚空的骗法界, 无切祝福。 同志, 再一想, 你把这个, 咱们这国度, 十三亿人口, 你都把它变成祝福。 每一个众生, 就是未来祝福, 都要你在那里磕头。 那你磕着一个头, 就等于磕十年, 一百年, 一千年, 你磕不完。 最初, 当你磕的时候, 观想里有困难。 等你磕久了, 每一时你坐在那, 不要慌, 慢慢想。 想完了磕一个头, 磕完了就不磕了, 就起来了, 门又想起了, 你又到哪儿去, 又慢慢地想, 想好了, 磕一个头。 反正一个头啊, 就等无寻无尽的头。 但这得有观想的呀, 一尘中成数佛, 一个微尘里头, 有微尘数那么多佛。 每个佛都有菩萨为之佛, 文法呀, 那些各处菩萨宗会宗。 无尽的法界, 也是这个样子。 深信祝福皆充满。 在任何处都有一些祝福, 那任何处都有你在礼拜。 就这么一个修行啊, 你要记功德的话呀, 没法记了, 那功德是无穷无鉴的。 同时你还承赞佛呀, 承赞佛的名号。 一般拜, 一般承赞佛法。 承赞名号的呢, 就是要承赞如来。 第一个, 大愿礼经诸佛。 那第二个, 大愿你就承赞如来。 你不能在那儿默言地拜, 你都念, 南无本是释迦摩尼佛。 你念南无本的释迦摩尼佛, 就承赞如来。 但是这个声音, 这个声音, 骗一些处, 一切阴生。 凡是能发音的, 能发声的, 你都把它摄容了, 一切阴生海啊。 那不止这么说破世界, 人生, 苗语, 兽类, 鱼类, 无论哪一类众生的, 他的音, 你都把它摄容来了。 买个音声, 说出的言辞, 非常的微妙。 。 接着来, 赞叹佛, 不是一天两天, 好久呢, 近于未来一切节, 都在你那儿, 赞叹佛, 赞叹祝佛的无量功德海, 赞叹祝佛呀, 甚甚的无量功德海。 这靠的意念啊, 这全是意想啊, 普贤恒愿是意啊, 就把你的心, 变成了近虚空骗法剑。 这心里想啊, 这叫意念。 把母的心, 变成普贤的心。 这是普贤恒愿啊, 因为我们要学普贤恒愿, 是大愿望。 咱们先把愿搞清楚, 愿就是咱们希望啊。 希望, 希望不是成佛吗? 成佛做什么? 立众成吗? 善采佛同子, 参了弥勒菩萨, 那达到究竟了。 弥勒菩萨们都知道, 当来下生弥勒尊佛呀。 那善采佛同子, 已经成就, 跟弥勒佛同等。 弥勒菩萨还叫他, 你还得到福成东, 去参文殊菩萨。 你这个能达到我的等觉地位, 是因为菩萨的初心啊。 当信佛, 参文殊司令菩萨。 因此, 弥勒菩萨叫善采佛同子, 再参文殊菩萨。 文殊菩萨说, 你到这个法会当中去求, 菩萨菩萨。 这是国后菩萨。 这个时候, 善采佛同子, 已经达到成佛的位子了, 等觉菩萨了。 所以, 文殊菩萨, 文殊菩萨, 永远他去参普贤。 普贤菩萨十大愿望, 是给善采佛同子说的呀。 我们知道这个了, 知道这种过程啊。 为什么, 普贤善文殊菩, 是华元宁最后, 八十品之后, 八十一品。 这叫国后的普贤。 就成佛之后, 学普贤善。 普贤有初发心普贤, 有音宗普贤, 有菩萨普贤, 有成了佛之后, 学普贤善。 祝佛行普贤善。 这是国后的普贤。 是这样国后的普贤, 这样成佛的。 菩萨普出无尽了言词, 对佛的好处, 把你最好的语言, 赞叹的语言, 都集中起来。 无情无尽的, 微妙的, 赞叹语言。 来赞叹什么呢? 赞叹佛的功德。 就是佛利于众生的功德。 十大院的第二大院。 礼, 赞叹, 要修供养啊。 第三大院嘛, 广修供养。 谈到供养了啊, 我们很多道友, 我们个穷和尚, 哪有什么钱去买东西供养啊。 你买那个没用, 假的, 这些花, 隔几天就坏了。 而且不够美好啊, 这些花美好。 咱们看着什么很美好, 不够美好。 去建。 你所见到的所有的山上的, 哪些个最好的花。 你看, 画上的, 画的最好的花。 你没到过极乐世界, 极乐世界的花是美好的。 连慈海绘的花都是很好的。 天上的花都很好的。 你用普贤横养, 把它都借来了。 都在你思想当中。 十方诸佛世界, 所有天上的共佛的话, 你这么一座观想, 都做成你的供养剧了。 这光兴供养就是。